海胆浓郁、风美的滋味 让它高居日本料理名单 种苗繁殖厂以新型的养殖技术 以市场丢弃不要的高丽菜喂食海胆 虽然还在饰养阶段 但期待吃高丽菜的海胆 风味大幅提升 海胆以海中藻类为食 然而海胆食量惊人 有时候海藻的生长速度 远远赶不上海胆的进食速度 本身种苗繁殖厂就与海洋大学研究 利用高丽菜喂食马分海胆 想不到海胆也喜欢高丽菜的味道 一般就是吃像这个是马尾枣的部分 就是褐色系列的大型海藻 主要是我们目前在海里面的海胆 比较经常在摄食的东西 因为其实海胆是杂质性的东西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它都会去摄食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委托海大的教授跟学生 然后我们在这边尝试说 除了高丽菜以外也有一些其他的杂类 去让它做尝试让我们看哪一种 会比较适合这样子 那吃高丽菜它会吃吗 会啊 吃出来的品质怎么样 目前还在测试 但是有很多东西都是会吃的 对对对对 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有一点废物利用的概念 如果说这个东西我们冷静不吃 比如说外面比较粗的那一种或什么的 我们尝试给它吃吃看 看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这样子 总苗繁殖场厂长兰亚文表示 其实海胆不挑食 不管投食什么 海胆都会照单全收 当然也包含高丽菜 未来他们希望用高丽菜养出来的海胆 也能够别有一番风味 高丽菜它会吃就是海胆会吃 那这样子可以有效的去减少 那个市场上一些蔬果类的废弃物的产生 然后也可以让它的整个 它本身就是个废弃物 那透过一个养殖的方式 可以让它的一个经济效应 能够往上的去提升 那高丽菜目前的养殖的情况 像它摄殖状况很好 然后它的生殖线也有抑制的一个效果 但是目前还在稍微在 因为从去年的研究报告里面 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个细度的一个做调整 因为它养出来就是它的风味上的问题 它虽然它的生殖线会比较饱满 但是它的风味上 还是我们觉得跟传统在野生的情况下 它所吃到的一些 像主要吃荷草类的东西 它的不管在颜色上或者是风味上 还是有一些些的差异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跟老师这边 我会跟老师这边做一个 一个讨论跟研究之后 希望能够利用这些东西 然后做一个微量的调整之后 让整个海岛的养殖的养出来的风味 跟它的色泽跟饱满度 都能够越接近天然越好 让整个消费大众能够更愿意去接受这种棉饰 日本虽然已经成功养殖出吃高丽菜的海胆 本县现在虽然还在食养阶段 但这些食用高丽菜的海胆 营养价值与滋味鲜美 还渴望更胜一般吃海藻的海胆 也可以利用人工养殖的方式喂养 有效延续海胆资源 记者 陈荣誉报道